每年农历新年前夕,前往花市购买年节鲜花装点住宅是香港人迎新年的传统习俗。 日前,中新社记者来到位于香港游街望区的望角花须探访。 距离农历新年还有不足一月时间,望角花须已是人头攒动。 记者现场看到,街边不少花道内外都摆满各类应节鲜花,年菊、蝴蝶兰、水仙等花卉盆栽已率先应试。 不少商家更是打出博利多销策略,吸引市民提早购买。 跟去年不同啦,去年买了花都没人来看啦。 所以今年买涂花,希望稳好些啦。 我觉得今年好像没有去年那么贵,反而我觉得很难早啦,现在还早啦。 所以我觉得比往年买花会便宜点,去年买花都很贵,因为去年比较迟买,现在都算还可以啦,而且现在开始很多人买花啦。 此前每年新春前夕,香港的年销市场会相继开张,供市民购买年花,但因新冠疫情反复,特区政府已于1月初宣布取消今年所有农历年销市场,其中就包括14个年销花市。 因而作为香港最大的鲜花零售集中地,旺角花虚就成为疫情下香港市民提前采购年花的主要市场。 多了人买了,因为他们没得行花市,所以到时怕人流多了,今年都早了来买了,买花都早了点的,都知道要分开人流嘛,大家都很合作。 有商家表示,鉴于此前政府停开年销市场的举措,担心此后花虚是否也会因疫情等原因被暂停营业,因此在进货量上也叫往年更为保守。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,受疫情影响,与往年不同,不少市民提前半个多月选购鲜花,因而言而言, 一些培育期、绽放期较长的鲜花品类,也更受消费者欢迎。 现在因为水仙是快要浸的了,是过年前23至25天开始要浸,这几天最好买的,因为现在这几天不买,过了就等过了年初几才开,所以暂时最好买水仙, 还有蓝花,卖鸡的那些可能公司就可能今年就差一点,卖鸡,即很多公司收拾了,那些店舖那些,就有影响的,其他都暂时都不见有大影响。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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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